賴總統上台之後 大家要準備繫好安全帶 因為變數很多 我認為蔡清德 不是說是一個time bomb 一個所謂的定時炸彈 它根本就是已經不斷在爆炸這個炸彈 那不斷地會在已經 希望這個兩岸這個 這個風浪 能夠穩住的任何的力量來講 它不在乎了 它隨時會在這兩岸的這個 台灣海峽裡面 丟出很多的這種震撼彈 你必須要預估它下面還會做什麼 你現在你阻止不住它這個 它這個聲浪的話 它下面動作會很多的 你說人家說哎呀 法理台獨 你今天修憲了以後 這個那就非打不可了 那沒有什麼選擇了 我被我逼到牆角了 沒選擇了 我跟你講他在看形勢 你說他要找法理台獨 其實不需要去修憲 他事實上找他現在這個 御用的大法官 大法官會議 他要解釋一下 中華民國的領土範圍 因為現在的憲法 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領土 從其固有之疆域 他沒有怎麼樣 講得很清楚 可是賴清德只要找他的這些 蔡英文留給他的那個 百分之百綠色的 這一個大法官 大法官 來解釋 中華民國領土 就是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 就這樣子 這就是法理台獨了 對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對不對 有沒有想到他 另外還有 他的做法會很多 他現在能做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今年10月 他叫這個林佳龍寫一封信 寫給聯合國秘書長說 我今天要以台灣的名義 申請加入聯合國 成為正式會員 這就是正式向全世界再一次 宣布台灣獨立 你還要他做多少 他一定 他不會往後退的 你現在認為 我現在已經怎麼講 我嚇阻了他 威嚇了他 不會 他認為台灣是世界的中心 台灣掌握所有世界 經濟發展的所躍 就是台灣的台積電 對不對 我這個再加上最近 黃仁勳來又是AI 兩個加起來 全世界都要挺台灣的 他現在是這樣子的看法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它是一個問題 他本人就是一個問題 你 你再多的軍演 你再多的告訴他說 會如何如何 他認為台灣一片大好 今天台灣的股市 還是繼續往上走 那背後用了什麼方式 他們這些人很多方式 可以把股市弄起來 可是問題就變成說 我認為蔡清德 不是說是一個time bomb 一個 一個 一個好 所謂的定時炸彈 它根本就是已經 不斷在爆炸的一個炸彈 那不斷的會在已經 希望這個兩岸這個 這個風浪 能夠穩住的任何的力量來講 他不在乎了 他隨時會在這兩岸的這個 台灣海峽裡面 丟出很多的這種震撼彈 那而且會 你如果說止不住他 他就會一直丟 也不過520去今天 還不到兩個一個月 對 他從台北走上世界舞台 講得更進一步 就是說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看你怎麼辦 我覺得台灣 這個反對民進黨的力量 有個盲點 這個諾林政戰 政葬這個東京大學的 這個政治學教授 他其實就是民進黨的 很重要的導師 因為民進黨在諾林 政戰的理論出來之前 都是主張要推翻中華民國 然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想辦法和平共處 叫做和平台獨 或者集結國際勢力 來反對這個 併吞入侵統一 很簡單 就是他們的論述是怎樣 諾林政戰 大概是在198幾年 出版了一個 中華民國台獨化的理論 這是一篇很重要的理論 從此之後 民進黨的方向轉變 他們要借用中華民國的名號 中華民國的憲法 中華民國的體制 來達成他台獨的目標 這是諾林政戰的理論 我們在跟他講憲法 我遵守憲法 對不對 然後跟他講說 兩岸互不隸屬 是啊 互不隸屬 然後我是合法民選政府 他不會講說 我是合法少數政府 所以在藍領的裡面 會用憲法上來跟他討論 他現在利用憲法是游刃有餘 那你說你宣布台灣獨立 是啊 我已經間接的宣布 你們沒有聽到嗎 不必再宣布了 已經成為是 我宣布我事實上已經獨立 就是我宣布了 他是用這種方式 我們平常講我宣布台灣獨立 他說我宣布台灣已經事實獨立 對 我宣布台灣已經互不隸屬 賴清德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他說不管哪些人 哪國都應該尊重台灣人的選擇 可是你今天只有40%的投票 有投票的人支持 你在這邊講話的時候 你能夠代表台灣人說話嗎 對不對 而且你那個投票的時候 有70%的人出來投票 30%人沒有出來投票 那我們今天就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台灣有投票權的人 只有28%的人 支持賴清德坐上那個位置 這是台灣政治 就是當時在李登輝在修憲的時候 他刻意留下一個非常低的門檻 讓少數可以當總統 因為他就是一個台獨最少支持 他知道台獨事實上在台灣 事實上他有先顛的缺陷 因為他是一定要經過一個 戰爭的一個犀利的 一定會遭到外界 也極大還有內部極大的爭論 外部直接討論 所以他把一個台獨總統可以用少數 第一個推上了一個誰 推上一個陳水扁 那蔡英文是李登輝 又推上 秦氏幾樣又推上了一個賴清德 這是李登輝 他們在設計憲政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李登輝背後 有若林陣仗 像這個宋田康伯的 這樣日本的測試在幫他 所以他的任何一步在台灣的政治改革 都是有他的很急深遠的布局的 那你今天面對台獨的挑戰 你有一個深遠的戰略布局嗎 你還是寄望說沒想到賴清德怎麼搞的 520我給他這麼告的警告以後 不到一個月他又回來了 而且向全世界宣告 就不斷向你挑戰 你怎麼辦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哦 最新的社員 再次討論 horizon 假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